OK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信 今天我們要來聊的鋼彈人物談呢 是大家敲碗已久 我之前沒有講的 應該說我特意不去講的 有啦 阿斯哈 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我想跟大家聊一些事情 就是前一陣子我做西洛那支影片 持交 很抱歉 真的非常抱歉 那那一陣子因為活動真的太多 然後 製作影片上又出了一點小問題 結果就導致於最後都在趕工跟爆肝 那最近有一些蠻酷的計畫 也正在執行中 那是什麼呢 現在還不能講 我要保密 不過到時候你們就會知道了 那我相信對動漫迷來講呢 對我們這些動畫仔來說呢 會是一個很棒的一個企劃 那除了這種企劃以外 還有一個比較沉重的企劃 但那個我現在也不會講 到一個時間 成熟的時間我才能說 那以上就是今天開始的影片前 想要跟大家聊的話了 好了 那我們就來準備開始今天的鋼彈人物談吧 Let's go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大家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以掌握最新的鋼彈人物談 卡加里有啦阿斯哈 她是基拉的實際上的妹妹 所以說卡加里堅稱自己是姊姊 但是實際上呢 基拉是比她先離開母體的 所以嚴格來講 卡加里是妹妹沒有問題 不過在這支影片後面 為了尊重卡加里本人的意思 我想 還是就先稱她是姊姊好了 那這個角色 一開始在 C的實際登場的時候呢 她是在第一話登場的喔 印象很深刻是 她一開始被誤認成男生 所以她帽子掉的時候 才會讓基拉 黃大和驚訝說 欸你居然是女的 為什麼她第一話會出現在海利歐玻璃絲呢 這是有一個原因的 因為歐普 號稱中立 那這個中立 果居然為地球聯合軍製造鋼彈 從小就相信自己國家 會是非常中立的國家的卡加里呢 她完全不能接受 所以第一話我們可以看到她崩潰倒在那邊 那這是在故事一開始的卡加里 我知道很多人在影片開始之前 可能會覺得 噢信絕對是要黑卡加里了 嗚呼 你又要說什麼的呢 呃 我先講一次 很認真的跟大家說 我沒有很討厭卡加里 駕駛技術很低 肉身戰鬥的話 廣播劇有提到 她的萬利是比基拉還強 所以應該算蠻強的 那再來就是 政治上她真的是0分 完全的0分 但是 這是客觀的說法 那我自己怎麼看卡加里呢 我不討厭她 因為其實 她很無辜 那為什麼她無辜呢 我們接著繼續看下去 那在第一話結束之後 她就在裡面登場了 直到基拉他們到了地球 然後到了非洲那一帶 遇到沙漠之虎的那一段劇情 才看到她再次登場 這時候的卡加里 化名是卡加里尤拉 跟著她的隨從一起加入當地的反抗組織 黎明的沙漠 那已經是十集話之後的事了 但我知道你們想聽什麼 她跟阿斯蘭撒哈的事情 卡加里駕駛 她是空中霸者在一次戰鬥中落難 然後她剛好跟阿斯蘭落在同一個地方 展開了08M4小隊 那樣子的浪漫 孤島求生祭 然後也在那邊呢 身為自然人的卡加里 跟調整者的阿斯蘭達成了一定的和解 他們做到了第一次的交流 明白對方陣營也是有好人 其實我覺得這段非常重要 即便Sid Destiny毀了 但我還是覺得這段非常的美 為什麼呢 Sid的世界觀戰爭的起因 就是因為有自然人跟調整者 他們互相仇視 自然人覺得調整者太OP 危害到自己的職業生涯甚至經濟 然後在才能上完全贏不過 所以才對調整者開始有憤怒 那被這樣子對待的調整者 被這樣攻擊的調整者 自然也想打回去 以上這個故事的基準點呢 就是來自於種族歧視 而身為自然人的卡加里 跟調整者的阿斯蘭 可以做到互相理解 我覺得這點是非常好的 甚至有沿著Sid的主題的 調整者跟自然人之間 到底要如何指戰呢 這一對CP完全解釋了 他們到底要怎麼停止這一切的戰爭 在之前的談論歐普的政局的影片有講到 烏子米為了不想要讓歐普被聯合掌管 決定毀掉質量加速器 然後讓這個時候他把所有能輔佐卡加里的高官 全部帶著他一起自殺 也就是說卡加里 當時是16歲的小孩 他孤立無援 卻要背負整國的大任 其實這超級沒有道理 也非常的過分 但是記住 小資撤一放下去 嗚呼 好感人喔 超級感人 唉 其實這個行為超級不負責任 你再怎麼樣也留一個人輔佐卡加里吧 那每日任務編一下 歐普呢解完了 我們就講到之後戰爭結束的這一段 歐普在故事的後期基本上已經不存在了 只剩下以卡加里為首的草剔號 還有幾台戰艦跟MS 最後自然人跟調整者發布全面戰爭 歐普的角色是從中調解 雖然說是從中調解 但其實做法就是把兩方都暴打一頓這樣子 其實講真的 沒有什麼真正的解決 但是還是要提醒大家 阿斯蘭在故事的尾端 想學他學長奚落自爆 那邊卡加里講的話很重要 活下去也是一種戰鬥 雖然說自爆這樣子 扯身奉獻的行為聽起來很偉大 但是卡加里那邊講的才是硬道理 活下去才是戰鬥 不要逃避 活著面對一切 那才是真正負責任的做法 所以阿斯蘭在那邊被卡加里拯救了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後來卡加里跟 阿斯蘭的CP貌似是定了 沒錯 然後我們就到了Sid Destiny 1 2的Sid Destiny 常常有人跟我說Sid很棒 Destiny很爛 這個大家其實都是有共識的 但是下一句話我就不認同了 很多人說一個角色要分開看 Sid的篇跟Destiny篇要分開看 我很鄭重的反駁這句話 因為風田跟兩者在策劃Sid Destiny的時候 他們其實就有講過 整部作品就是以前後兩部 為完整一部作品的構思下去設計的 無論Destiny是否砸鍋 我覺得都不可以逃避角色在Destiny發生的事情 前面幾個鋼彈人物坦有講到 有很多角色在Destiny被毀掉了 那個人格塑造整個毀了 其中最嚴重最慘的 那就是卡加利了 我真的沒看過比這個還糟糕的 那為什麼呢 如果有觀眾沒看過Sid Destiny的 那一定要看下去 在Sid Destiny的初期已經交代過這兩年之間 卡加利很努力的在跑政 但是阿斯蘭並沒有實質上在政治上能夠幫他 因為阿斯蘭擔任的只是一個保鏢 那基拉跟拉克斯在同一時間正在準備軍備要反議長 這個是在MG無限正義鋼彈有提到的 那兩年之間拉克斯他們其實在準備軍備 這個是鐵一般的設定 那等於說沒有爸爸身邊的高官可以幫忙 自己的弟弟跟弟妹嗎 在忙著準備軍武 阿斯蘭又只是保鏢沒有利用他Plant王子的身份 去幫助他的政治問題 所以卡加利變得非常非常的孤立無援 然後在這種情況下 他還因為自己爸爸他們那一輩搞出來的婚約 還差點被逼婚 這些事情其實我都認為 卡加利非常無奈也很可憐 更不用說後來遇到一個他爸搞出來的樓子真飛鳥 直接跟他對嗆 真的卡加利給我的感覺就是心痛無奈 他站在一國手掌的高度的時候 他知道一定會有這種人 一定會有上一次他們一家草率的決定造成的悲劇 可是他心裡沒有做好建設 也沒有準備會這樣子遇到直接這樣子面對面被嗆 他從來沒有想過 不過其實齁 SID的外傳有講過一大堆人恨死他們家那個決定 包括異端金色機的駕駛員 他們都覺得黑人問號 其實他們一家在整個世界觀的設計裡面 並沒有大家想像的那麼廣彩 但是這一切 你要說是卡加利的責任嗎? 其實我覺得很難這樣子講 其實真正追究下來幾乎全部都是長輩自己捅的樓子 卻要他來承擔 我覺得這很不公平 那我們再談談他在Destiny篇中的經歷 無論是基拉莽撞的闖入婚禮把他直接結走 害歐普政權架空 拱手讓給尤拿家 或者他後來慘招拆CP 這點真的是非常嚴重 其實我自己也不是一個很迷CP的人 其實角色有沒有另一半我真的覺得還好 可是SID的世界觀來講的話呢 這個就變得很重要 就像我剛剛講的SID的世界問題就在於 調整者跟自然人之間的戰爭 那能代表這兩族融合的阿斯蘭跟卡加利 居然就這樣被拆CP了 而且幾乎是毫無道理莫名其妙的拆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非常糟糕 我一定要在這邊跟大家講 不要覺得我老是黑大天使號群 我跟你們說 卡加利的遭遇我也很不爽 首先他被拆CP的時候有一個傳言 當然這是網路傳言 起初我不認為有多少的可信度 但是在後來看到鏡城上美 對整部SID的Destiny的作品 後來的看法甚至角色他直接舉配 好幾次好多遊戲卡加利都是沒有聲優 直接缺席的 我開始覺得這說法是真的 那不知道這說法的人聽我把它講完 起初福田導演找林村建一配真飛鳥的時候 是沒有經過申選的 他是直接清訂林村建一飾演真飛鳥 這點是訪談都有提到 這是確切的 只是後來因為大家也知道 福田他們對真飛鳥的戲份安排不盡人意 甚至就是盡他所能的 不要描寫他了 就專心描寫機阿這樣子 雖然描寫的也沒有很好 但是真飛鳥身為主角的戲份一直被壓縮 然後他的遭遇已經到惡搞的地步了 那鏡城上美就因為這件事情 對上層發表不滿 甚至幫林村建一幫槍 結果沒想到 換來的是他的戲份的冷凍 卡加利在劇情的後段 也就是真越來越被寫壞的時候 很唐突的失去所有的戲份 也被拆掉跟阿斯蘭的CP 幾乎什麼都不剩了 這種接近惡意搞角色的做法 其實讓人真的非常的不爽 最後跟阿斯蘭走在一起的 居然是同為調整者的美齡 我覺得這個簡直就是 對SID所有觀眾的一把掌跟一個大蹤跡 甚至是對SID這部作品的反戰的理念 給一個超大的倒贊 無論是弗雷跟基拉的自然人調整者CP被拆 甚至卡加利跟阿斯蘭的自然人調整者CP被拆 沙漠之虎跟艦長 真飛鳥跟史黛拉 基本上只要是跨種族的戀情 全部都被拆掉 那我就不懂了 這部作品到底要用什麼方式傳遞反戰的思想呢 你把最能夠傳遞反戰思想的配對跟角色直接毀掉 那還要怎麼談呢 還有啦 唯一一個試圖解決兩方問題的議長 被逃無道理的莫名其妙掃家門 我知道很多人都跟我說 喔那是因為他用炮口對著人民 他們接受命運計劃什麼的 如果你會講這種的話 表示你已經被剪接魔術騙了 議長最後對月面基地開炮 並不是因為他們反命運計劃 而是因為他們組團出兵過去打Plant 當然如果沒有把劇情看清楚的人 絕對會以為他就是逼大家接受命運計劃 所以才開火的 其實如果仔細看劇情的話 完全不是 所以我覺得這點一定要在這邊澄清啦 那我們回到卡加利這個角色身上 我覺得他很可憐 他背負了很多這個作品應該要有的內涵 然後還有很多責任 只是那些都是莫名其妙加注在他身上的 所以他最後壓力三大 那試圖把他好好扮演的鏡頭上美小姐 也真的是非常辛苦 因為要想想 這個角色陪他走了很長時間 Seed一年 Seed Destiny兩年 那中間還有各種遊戲這樣子的演出 我們可以知道 鏡頭上美對他的卡加利這角色 絕對是有非常強的帶入感的 最後因為主持公道 被這樣子強拆CP打入冷宮 最後卡加利有多久沒有台詞 你們要自己算一下 然後最後變成這個樣子 我覺得 這部作品這點真的很失敗 講完目前幕後的所有遭遇 我其實越講越覺得卡加利很可憐 理念一直被身邊的打臉 無論是他在Seed Destiny第一話說過 太強的武力只會招來紛爭 講這句話的同時 他們家領土下面塞了一台自由鋼彈 這台鋼彈是明確被全世界條約禁止使用的核能引擎啟動的機體 也就是 維靜品啊 更不用講他家留下那個超級機器人小 這種不要太強大的武力的想法完全被自家人打臉 甚至中立 歐普的理念中立 最後居然完全荡然無存 曾經說過不介入別人的戰爭 也不參與戰爭的歐普 居然在拉克斯的指導下主動出兵去打Plant 歐普的理念完全荡然無存 不過這一切其實都很難歸咎於卡加利 或許卡加利真的無能管不住他身邊的那些人 但是卡加利的性格大家都很清楚 是一個很有正義感又熱血的好女孩 她是想做好事但是沒有能力的好人 就像我跟帥狗的影片講的 整部作品裡面有靈魂的角色被搞到沒有靈魂 只剩下發射舞鐵這樣子的功能 的這個時候呢 這部作品到底能傳達多少正面想法 這點就要好好的思考一下了 很多人以為我是無腦噴啊 我不是我是真的很認真看這部作品 才會有這麼多想法 那我相信大家看完卡加利的影片 應該也多少察覺到整部作品的異樣跟不協調了 你對卡加利有什麼想法呢? 你覺得他很可憐嗎? 該說可憐嗎? 算是吧 那今天跟大家聊的方法要換一個 因為我很想問大家 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想要怎麼編導Sid Destiny的後半呢? 你會想要怎麼處理真飛鳥跟卡加利之間的關係呢? 因為其實前期埋下了這個真嗆卡加利的這個事情 那應該要在後續有被解決 而不是卡加利被嗆爆 然後一句話都回不了真 然後在那邊就... 這樣是不對的 負責的故事應該為這段故事收了一個尾 無論是卡加利決定 好我要好好的導陣歐普 讓每個國民都能安心居住 然後讓真飛鳥福氣 或者是讓真後來直接輔助卡加利幫忙 放下仇恨 其實這都是很好的解 而不是把兩個角色搞臭 一個冷凍 一個把他畫一堆演繹 然後再讓他戰敗 不是這樣子的 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還蠻想拍一集 如果是我的角度要怎麼拍這部作品 可能會有人覺得這是歪歪 沒錯這就是歪歪 這只是以一個希望大家都好的方式 我不會特別籌畫哪個角色 不會根據邏輯去思考整部過世要怎麼走 那有興趣的觀眾呢 麻煩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真的很想知道你們怎麼看 你們會想要怎麼導這部作品 才可以讓代表整部作品的意涵的卡加利 有一個正確的大家都幸福的走向呢 那大家會想看我的版本的是Disney嗎 還請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跟我討論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入西洛的留言回覆區囉 沒錯 留言回覆再開 那我們就開始吧 Let's go 看到了西洛對莉莉娜所在地發動襲擊 一般觀眾都不會猶豫一下嗎 莉莉娜受傷怎麼辦 導遊粉絲你們懂個屁 這幾乎是求婚了 沒錯 他們兩個基本上就是這樣打情罵俏的 太太屌了 他們兩個居然用... 啊不對 冰傑淚滴莉莉娜直接對西洛 啾啾這個就... 他不管啦 總之他們兩個人的調情方式不是正常人能夠理解的 我覺得很有特色 鋼彈W公開放送時是1995年到1996年 日本陣風板神大地震與地鐵砂林毒氣事件 仍造成事件 事件又影響著人 鋼彈W中生命存在本身就是戰割 人永遠都有改變的可能 戰後士兵何去何從等迷惘 和平反戰的主張等 除了延續鋼彈系列某些反戰思想可能也多... 多少想撫慰當時受傷的社會 其實是我覺得 W真的比想像中的有層次很多 當然我不是說其他作品沒有 不過W是蠻適合推坑的 只是...我認為他的意涵 深到...可以看好幾次才可以解釋出來 所以我沒有放在適合推坑的行列 不過如果對鋼彈的深奧度 有一定性準備的情況下去看的話 非常好 所以他可以算是小進階的作品 我非常的推 總之這支講卡加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覺得...可能到做以後都聽起來有點像 抱怨這個角色的處境 對 沒錯 很多東西是在抱怨他的處境 因為...不合理 對他非常不公平 很多時候他都是被動接受某些事情 有人如果期待我罵他 或者是...就是批判他的話 我很...很抱歉 這個真的...我做不來 因為...以我自己個人的角度去看 這個角色隨爆了 好啦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我的影片麻煩一個喜歡 也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請不要忘記打開小鈴鐺 因為訂閱了不見得會跳出影片 提醒大家 那麼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吧 掰比!